一日离家一日深,好似野马素山林,谁说此地风光好,有有思乡,一片心,您看,任何人哪,他也不愿离开家,说出门上外边,创当一番事业,那都是挤着的。 如果在家乡,他有非常好的事业,我看他不如,不一定就出去,所以说呢,过去跟现在都是一个道理,范隋要是在家里好好的,能够为国出力报效,他没事跑秦国干嘛去的,给打去的,差点死了,不走就活不了了。 所以范隋到了秦国,还真当了丞相了,虚假来了,上回咱们说了,虚假来求见丞相,丞相呢,门下舍人,胡先生,把他陪在一屋里了,西派房,在这西派房里,汪外可什么都看得见,等着呀,等的时间可长了。 啊,等的他又渴又饿,心说范隋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让我等三半天呢,哎,得了,既在矮言下,怎敢不低头啊? 范隋总算对待自己不错呀,终究见了秦王,国事办完了,等着吧,在屋里待着闷得哼,他就隔着屋门望外看,哎哟,一看大厅以内呀,这仆人来回穿梭,这桌案就摆上了,一桌一桌的安卑放快。 哎呀,哎呀,虚假叫着自己的名字虚假虚假呀,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嗯? 这是丞相今天大摆艳艳,要给你虚假送行啊,哎哟,虚假说,范叔啊,没想到你这么大人大义,海量宽宏,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这么对待我,受宠若惊我不敢当啊,但愿得丞相您多福多寿,无病无灾呀,虚假心里感激范叔,原谅我了,还让我见着秦王的现在摆上这么大的酒宴。 他一看,他一看,就自己呆在佩房的门口,一边站着两个假事,直格而立,嗯?怎么还有假事啊? 哎呀,范叔太好了,现在满城风雨啊,这秦国人都知道我害过范隋丞相啊,那秦国的当兵的老百姓都愤怒,都想杀我。 说我这人不够朋友意气啊,嗯,范隋还派几个假事在这儿保护着我,哎哟,范隋啊,范丞相你待我越好,我又内疚于心啊,难受啊。 可是虚假等的时间可太大了,眼看到了晌午了,还没人来请自己。 这嗓子眼都快着火了,肚子里咕噜噜的叫唤,连口水喝都没有啊。 虚假用舌头尖舔了舔自个儿的干嘴唇往外头一看,酒言都摆上了,山珍海味水路杂沉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猴仑们,哎哟, 迎接客人啊,这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请柬,快步如飞,都进来了,哎呀,虚假眼泪都下来了,心手成香啊,我不就送给你一件替袍吗,还是旧的,怎么这么对待我,我寝食不安啊,哎哟,早知道我送您皮奥啊。 我也不过就是,魏国派了一个使臣呢,瞧着,外边啊,文武官员还有各国的使臣都到了。 嗯,虚假明白了,这是范隋身为秦国的大丞相,一会儿呢,让秦国的文武官员皇亲贵戚,还有外国的使臣明白明白,我虚假跟丞相是不一之交。 哎,现在范成相,心宽量大,把我请到上座,给我敬酒,让你们大家会儿瞧瞧,我们丞相如何对待故人。 可是,我也太饿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请我呀?就瞧见外边的人呐,全都到齐了,互相寒暄,有着客气,作依的实礼的。 就瞧范隋,在正座上一座,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惧。 来呀,奏月上来,鼓月奏唱啊! 两郎鼓月一响,吹吹打打,悠扬动听,鱼音鸟鸟。 跟着,唱名入座。 谁叫什么名字,什么官钱,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按现在说,这都有钱。 大家伙儿挨着坐好了,这侍从呢,立刻针酒送到面前,你坐下,就给你针酒,这叫什么呀?这叫拔展定位。 大家伙儿陆陆续续,全都坐好了。 嘿,虚假心说该请我啦。 我坐哪儿啊? 嗯,我准得坐到范城相旁边,给我见请,我是客人呢。 哎呀,翻手这人怎么这么好啊? 嗯? 再一瞧不对, 这酒席眼间,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都喝上了。 这秦国叫什么风俗啊? 秦我,我是客人,大家伙儿都喝上了。 嗯? 怎么不秦我呀? 这外物的味儿,菜香,酒香,沁人心肺呀。 哎呦,这客人,主人,这桶喝,这桶划泉。 哦,那虚假眼前发黑这点话。 这大厅里的客人,吃的,顺嘴流油。 哎呦,虚假直言唾面,一个字的叭嘴嘴呀。 两郎古月轰鸣,就没有一个人过来招呼虚假。 嘿,到这时候虚假才明白自己是又饥又渴又渴又羞又恼,这不是请我吃饭,让我来看饭的呀。 啊,得难受,可得难受。 前无尽路,后无退步。 这虚假可太尴尬了。 这时候,就听范隋说话了。 那位大人,只顾跟众位昌颖,把我一位故人给忘了。 大家伙一天赶紧起来呀,丞相,您在贵客前来,我们理应恭候,快快请出来,跟我们见上一面吧。 哈哈哈哈,从外呀,虽然他是我的故友,可是啊,他可不能跟众位同习呀。 大家伙一听可全愣了,心说丞相怎么了,这神情怎么变了,刚才还挺高兴的,满面春风,现在把脸往下一沉,这跟谁置气呢? 大家伙不说话了。 范丞相吩咐一声,来人呐。 是。 把这准备好的席位,就设在廊下吧。 是。 大家瞧瞧,时间不大,安排就绪了。 哎哟,这是怎么当的事啊? 就在这大厅门前的廊间底下,铺上了一领破尾席。 前边放着一个,半圆木头挖的这么一槽,里边放着潮海道,还有点升高的。 穿着一些最操最操的符字面,稍微呢,撒着一点凉水。 旁边呢,是一个脸上刺着字的,也就受过情形的囚徒。 脸上刺字啊,咱们看电视剧都看过。 这种行法呢,古代行法叫墨行,也叫情形。 这人呢,拿着一个二十多长五分剑人的木棍子。 木棍子一头是刺儿。 大家伙儿全明白,这是拌草料似的,拌料棍啊,就在那草里头搅拌。 大家伙儿不明白。 虽然说给城,给城上的朋友一杯座,这是给,给牲口拌草料啊。 难道城上的朋友是驴吗? 咱们稍后,再说。 这客人们可全愣了。 难道,这城上的朋友,它是驴? 一会儿的工会儿,在里边的料,拌匀了。 这个人呢,来到大厅门外,他不敢走进来,因为他是罪犯。 在外边,往地下一跪。 启禀丞相,奉命备好。 好啊,把魏国的客人请来吧。 是! 后来等吧! 这人答应一声一伸手。 望狼山一招呼。 请后来! 还有两个囚徒呢,都是彪形大汉。 面刺情闻。 哼,柿子肉横着,骨子肉翻着,大骨如飞,腾腾腾,就来到西派坊,光当一声,推门就进去了。 这时候虚假,已然把外边的一切看得是清清楚楚。 心说饭随请我赴宴,怎么廊下还准备卫生口的木槽啊? 难道说,我得上边吃饭,下边拿这石水调好了,把我的马喂好了,让我吃完饭赶紧回去复命? 他正想着呢,两个囚徒进来衝他一枝牙。 哎哟,这西派吓得跟哆嗦,这二位啊,这一枝牙,比哭都难看。 两个大汉把眼睛瞪圆了。 丞相游艇,换你前往,你可要小心了,慈离了。 啊,如果你要违背了丞相的君异,就要把你错谷扬灰,碎石瓣乱,你要小心了,哇,哼,这两个人一边叫婉子,一边一个把他架起来就走啊。 虚假到现在是恍然大悟如梦芳行。 赶紧秦国风俗请客人吃饭 就这滋味啊 哎呦 吓得他这哆嗦 抖翼而战 给他架到厅前的狼烟地下 这俩大汉 望连木头后头一跪 他呱唧 就给他扔那了 只要虚感一抬头 这俩人就呃就呛 这时候又过了一大个 手里头拿的东西呢 一副双合骨的龙头 上边全都是金石价 真把这虚甲当驴伺候了 从虚甲的下部壳底下一东望上一套 在脑袋后头有个袋一记 这大个手托着五尺来成的缰绳 钉子不一站 要过了一大个 双手一捧着草里的料豆 吃早料吧 这是城下的恩典 也大的西甲个儿挺大 两只手扶着地 跪在尾席上 针跟一头驴似的 西甲直言唾末 从小长那么大 我没吃过这个 我不吃 两边这囚徒一瞪眼 不吃 当时把这摔子 哎呀 我吃了 西甲没办法张嘴吃这料豆 搁在嘴里一脚嘎嘣嘣嘣直响 直着脖子往下咽的 饭成像一举酒杯 哈哈哈哈 诸位通言 这大厅里啊 大家伙喝一钟酒 这廊底下虚甲就得吃一把料豆 把这虚甲撒毁呀 有个地方都要钻进去 心说 这还不如想当初喂起 大饭随呢 干脆一顿棍棒打死得了 这多难受啊 谁受过这个呀 宾客们喝的酒 心里都纳闷 丞相这人不错呀 难道说 有人忍不住了 站起来了 丞相 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切齿之仇 您这么恨他 您请坐 范随丞相 这才由头至尾的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自己怎么投到虚甲府中当舍人 怎么跟着虚甲大府出使齐国 虚甲 怎么给齐王溜溪拍马 自己怎么在齐王面前说话 齐王聘自己为客卿 而且闭环刺金 虚甲回国之后 挑拨为齐丞相 自己惨遭毒打 而且扔到厕所里 以尿及时 幸亏好朋友就自己 既逃秦国 离公建大王 用为丞相 一直说到现在 大家伙一听啊 竟有这样的事 尤其是说到 范随差点被打死 以为他已然没吃的扔到厕所里 虚甲带着人上厕所发尿了呀 死是还尿了 大家伙听着一想啊 是这男的兜里对的 成相啊 这种无耻之徒是小人 他是是非人 也难怪你恨他 大家伙你言我欲 冷愁热讽 这虚甲这吃料豆呢 大冷了天 这汗就往下流啊 再说虚甲真恶极了 得了吃吧 不吃也不行啊 虚甲心里明白 吃料豆带龙头 这比咔咔一刀杀了 舒服得多呀 他不能老让我在吃吧 只要我能活就行了 这酒没喝足 那饭煮饭吃饱了吧 虚甲趴在地上不该仰视 这时候 长相犯随 双围道书 二母元征 用手一指 虚甲呀 你听着 我听着 我听着 念你越过关山险祖 远路来秦 为的是两国和好 约为朋友兄弟 告诉你 我家大王虽然许和了 但是 我家大王也跟我说了 为其之仇是不能不报 虚甲的 留下你这条狗命 你回到魏国 告诉魏王 肃展为其之仇 把为其的脑袋 给我送来 再把我家中的眷属 送到秦邦 从此两国通好 如果你们要不办呢 本相轻提尽力 杀本大梁 到那个时候 你们后悔可就晚了 来人呐 把虚甲给我轰了出去 哎呀 吓得虚甲是魂不覆体 以头碰壁 蒙向君法外施恩 庶臣 罪盖万事 您走了我这条命 孝项臣即刻启程 归报魏王 这虚甲 慢慢的退出了相府 就要上车 这大哥子可跟着呢 一顿这缰绳 哎 等等 是是是 我把龙头给你摘下来吧 不然的话就让你拉车了啊 不让你坐车了 哎 把龙头给摘了 虚甲上了车了 立刻传话 快跑 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 茫茫如漏网之鱼 狼狈不堪 抱头鼠窜 虚甲就离开了秦国了 哎呀 他坐在车上 他心里扎得很 真不是滋味啊 新品拿火灯驴 啊 虚甲昼夜兼程赶回大梁 回到家中坐这啊 愣了半天没说话 他们家人跟他说话他都不理 他琢磨 好容易半天 他才稍微稳了点神 晚上翻来覆去 天快亮了 才算咪等这么一会儿 他这心呢 就平静不下来啊 到了第二天天明上朝 虚甲进武门登殿舰来到宫中 跪倒在魏王面前 大王在上小臣虚甲交致 这安利王呢 正见你虚甲出使秦国这件事呢 他怕打仗啊 一看虚甲回来在这一跪 安利王高兴了 哈哈哈哈 贤情勉礼吧 多谢大王 你这次出使秦国 尸体如何呀 大王啊 小臣我可不敢隐瞒呢 秦国确实有意乏味 但是 不是出于国筹 这里边有内情啊 小臣死刑险险 性命不保 他就原原本本的把事情说了 这回可不敢说假话了 大王啊 您赶紧把藩崔的家家 送到秦国 但是这是小事 您必须赶 降国之头 送往秦邦 不得持物 啊 他说要持物了呀 那范丞相可要亲自提兵而来 大王啊 您赶快拿个拙意吧 咱们下回再说